在种菜的过程中总是免不了要选择一些有机肥 给化肥用的时间太长了 比较容易出现土壤板结 而且种菜的话最好用有机肥 种出来的蔬菜才更加放心 市面上的有机肥呢 现在大多是有羊分 有鸡分 有牛分 有的朋友问到底是用鸡分好呢 还是用羊分好呢 我们可以从根源上来找一找答案 我们先从它吃什么看起 这个羊大多是吃草的 它这个粪面里含有的大多是消化了的草纤维 这些草纤维它能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 而且它这个肥力是比较缓的 而且它的氮磷甲含量比较均衡 不易烧苗 所以在养花种菜的过程中 用羊分它的肥力更加温和 肥效长肥力缓 这个羊分用的时候可以用作追肥 可以用作底肥 也可以在酸配土壤中使用 这个鸡分呢 因为鸡现在大多是在鸡棚中养的 大多是吃饲料的 吃添加剂的 所以它们的蛋元素含量比较多 我们进到鸡棚中有很浓的那种 氨水的味道 那就是挥发了的那种蛋元素的味道 所以说在种菜的过程中 或者是用那个官叶植物 用这个鸡分是特别好的 因为蛋肥是促进叶片生长的 让叶片犹略肥厚不发黄 所以说如果是官叶植物 或者是种植的蔬菜的话 用这个鸡分是非常好的 它里面的蛋元素含量比较多 里面的养分不是太均衡 如果是用多了 比较容易出现烧苗的现象 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们都是要发酵好之后使用的 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发酵 如果是把它们用在土壤中 浴水之后就会进行二次发酵 就会产生发酵发热